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中午就到了物落的一家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就观察到 以往可能公众只需要扫描Safe Entry QR 码 然后量了体温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超市 不过今天我们竟然需要等大概五到十分钟 等里头的人就是出来了 我们才能够进入 所以我的猜测应该就是超市已经达到了一个人数顶限了 就是人数限制的顶限 那在里头的时候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有一位年长者 他推着一个坐在轮椅 然后年纪似乎稍长 然后身体好像不是有点虚弱的年长者就是在逛超市 为什么我会说逛超市呢 因为我发现他们手上并没有提着这个购物栏 然后他们也没有在购买什么东西 也没有在看一些蔬果菜 什么都没有 就是在逛超市 我在想说可能是在阻断期间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在家里闷的发慌了 所以现在阻断措施已经结束了 所以他们就出来走走 不过我还是会建议说 他们尽可能的就是在比较不是尖峰的时段 至少不是在午餐尖峰时段就是出来闲逛 而且尽可能的就是待在家里 那另外一个观察呢 就是道路上马路上的车辆就是增加了很多 那就是有司机就跟我反映了 就是空置的停车位也少了 虽然说当然那个路况还是相当的顺畅的 所以我想可能现在大家都要进行一轮重新的示意 那清凯这阵子你也采访了不少的故事 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的 我也发现到昨天路上的车辆确实比较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跟昨天开始复课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昨天我也到了几家这个学前教育中心去采访嘛 就发现其实每所学校都执行非常认真严格的安全管理措施 然后我们设置队也在外头也非常小心 保持安全距离的在观察 我就发现小朋友们都戴上口罩去学校嘛 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他们戴久了会不会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反而他们还蛮兴奋的 甚至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他带有点炫耀的语气跟我说 你看我的口罩是他最喜欢的迪士尼公主 那个逗趣的模样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也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要学习小朋友 懂得自得其乐的态度 是 我也是有一位老师朋友就跟我分享说 他的同僚就特别在学生们回来上学的第一天呢 就是站在校门的入口处的走廊 就是戴着一个超级英雄的头盔 然后来迎接学生们 然后吸引了许多人跟他拍照留念啦 当然我觉得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并没有戴着头盔 不过他这样的做法 我相信也是希望能够缓解一下学生们的一些压力 因为一些毕业生 他们可能会从八月开始就开始会考了嘛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紧张 所以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是 真的很贴心啊 没错 这两天出门在外的公众呢 的确比阻断措施期间多了不少 那么国家常染病中心主任梁玉昕教授就建议 在疫情期间大家外出之前应该要做好风险评估 衡量自己感染病毒的风险 甚至呢在染病之后所可能对于家人造成的影响 有必要的话还是必须要加强防范 一起来听听他之前跟我们所做的访问 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每天 每天的行程 每天的活动 它是带给你怎么样的一个风险 先做一个个人风险估计 然后呢再做一个身边人的风险估计 就是说常常跟你接触的人 特别是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 你要估计一下自己的风险 那么避免把自己的风险也传给你家里 跟你最亲密接触的人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风险的地带是在哪里 尽量避免 比如说公用厕所啦 或者是在一起 公用餐具啦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吃晚餐 或者是午餐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口罩拿下来 这些都是带有风险的一些活动 如果你的工作性质 是你要接触到很多人的 比如说是收货员 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怎么样保护自己 保护的措施有几种 一个呢就是先戴好口罩 在我们的工作范围接触的人里面呢 也要确保他们也把口罩搭好 随手呢可以拿到我们的洗手液 可以用来消毒我们的手 当我们触摸了一些物件之后 就要开始把我们的手清洗干净 时时刻刻记得减少触摸自己的脸部 就是不要揉自己的眼睛或者是鼻腔 也就是说这些必要做的措施 绝不能因为暂时的放空都要忘记 的确而且尤其是可能在地铁或巴士上 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嘛 人一多的确是很难保持一个所谓的安全距离 没错我们也问一下这个曾益还有沁凯 最近有没有使用公共交通 有没有一些观察 大家是否有额外采取哪些预防措施呢 沁凯 是的因为这几天我搭公共交通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可能有些人担心就是会人多嘛 所以他们就自己自备了这个塑料手套知道吗 就在需要握到手把的情况的时候就直接抓住 当然这样子的举动就引起了一些人的注视 但是我觉得其实倒蛮好的 主要是保护自己起到一个防疫的作用 因为我也观察到一个蛮有趣的就是 中小学生他们在两个月的阻断措施之后 现在终于可以见面了非常想念彼此嘛 那我就在直下午班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放学的时候 似乎就很像进闸门的那个时刻啊 就有点依依不舍 甚至在有点在外头有点小群聚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 嗯 那所以呢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观察 那补充一下清凯刚才提到的就是 在地铁车厢里虽然他们已经去除了那个安全距离的贴纸嘛 可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就是很自动的就是会错开座位 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他们如果看到车厢或者是巴士上的人比较多 他们可能会等下一辆车 所以我觉得人们这个安全距离的这个方面的意识 已经是相当的强了 那至于德士呢 我本来以为可能大家会基于安全考量 会有更多人会选搭德士 而不是搭那个德士 而不是搭地铁或者是巴士 不过出无意料的 我问了一下一些德士司机 他们告诉我说 昨天虽然一些人已经复工复课了 可是载客量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所以我相信 而且我刚才也去观察到了 就是在一些德士站呢 还是会有一些德士长龙 所以相信他们还需要好一阵子才能够恢复生意 是 我们碰到这个繁忙时间 或者学生上下课 达成公共交通的时候呢 保持安全距离 可是呢 这个在公共交通里面 高峰时刻几乎是不大可能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 乘客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不单单是个人的问题 而是群体 我们都要互相的保护个人 跟保护我们的群体 每个人都戴好我们的口罩 不讲话 因为我们知道 打喷嚏讲话 病毒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 你要勤快的洗手 就是意识到个人的风险 就是如果我必须要撑到公共交通 有一段时间是相当拥挤的 那一段时段呢 就是我的风险时段 卫生部近期都会公布确诊病例 处在病毒传染期的时候 所曾经到过的地方 以及他们出没的时间 那么希望提醒曾在同一时间 到过相同地点的人呢 提高警惕 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那么在这些地点方面 我们需不需要完全地离开 如果需要前往这些地方的话 需要做什么样的额外防范呢 当我们公布某一个地点 可能有患者的时候呢 这个地点呢 就已经会有一定的工作程序 就是消毒的工作程序 如果那个地点还是继续营业的话呢 一般上呢 就是他们已经做足了一些防范措施 已经可以让公众呢 再去做各种不同的那种活动 这主要呢 这主要呢是给公众一个参考的能力 如果他们意识到 他们可能有到过这个地点 他们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那么呢 就要很好地观察个人的身体健康 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人潮多的地方 如果说是这个时段人群是特别多 那么就尽量地减少在那个时段 去人群多的地方 调整一下自己的个人活动 最近上超市 大家都知道使用这个Safe Entry 访客登记记录嘛 我知道郑怡最近你也采访了好几则相关的新闻 根据你的观察 你觉得这几个星期下来 大家对于这个系统的登录 是不是已经大致习惯了 根据我的观察呢 就是大部分的人 其实已经习惯了使用这个Safe Entry登记系统 那比起刚开始呢 我有同事竟然目睹了 有一名公众就是拿着他的身份证 放在Safe Entry QR码前面 以为这样子就能够扫描登记 那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可以用手机或者是SyncPass应用来扫描 然后登记进入 然后当局呢也观察到了 就是上个星期他们告诉我 比起5月初的25%呢 70%的人其实会记得登记离开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常态 好 非常谢谢庆恺 谢谢曾怡 我们知道步入这个解封第一阶段 疫情会不会反弹 相信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是 因为积极进行检测的关系 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常听到 所谓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 对 那么这些患者的传染性到底多高 会不会给接下来的疫情增添变数 我们再来听听梁教授怎么说 无症状跟症状前 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的角度 一个是完全没有症状 一个是在症状发生之前 那么现在的科研的话呢 我们就了解到 症状前的传播能力 其实不低 是相当强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很好地做一个科研研究 有无症状者 它的感染力 那么这一方面有一定的难度 主要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症状 我们无法辨别 它是属于无症状者的一个传染群 所以在古迹方面呢 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只能够说 如果它们的腹肌道里面 含有一定数量的病毒 那么它们应该会传染给别人 但是它传染的比例 传染的力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定的确定的数字 所以呢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 考虑到每个人都可能会染病 所以呢 就是要做到一般的 应用我们一般的 那个防范措施 而不能够针对 只是症状者 那么一般的措施呢 就是我们尽量保持社交的距离 戴口罩 洗手 个人卫生 环境卫生之类的 我们都要把它做好 而且呢 是一起做 并不只是单单靠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戴口罩 就觉得我们是安全的 我们要做足整套防范措施 谢谢梁教授 那么除了我国之外呢 马来西亚也放宽行动管制措施 但之前每天往返两地的 马国越低族啊 依旧是进退了 有理发师先前是在锁国前 赶来我国 但是在阻断措施延长之后 决定回乡 而如今理发业获准恢复营业 他却没有办法回到本地开工 我希望可以尽早回去工作 还我一般的生活 一般的生活 稍后回来看看马国的越低族 在疫情之下碰到的困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